10月8日云南省布尔市紧古歹族遗族自治县 发生6.6级地震后 各方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灾区 地震发生后 14集团军某炮兵团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展开救援 8日凌晨1时抵达灾区后 立即兵分三路对盲沸、千毛、盲井三个村寨实施搜救 凌晨5时20分 官兵们来到受灾严重的永平镇蒙嘎村 这里房屋多处倒塌 当地百姓聚集在屋外空地 一起生活取暖 官兵首先进入受灾最为严重的陈桂民家中 陈桂民家中房屋多处开裂 家中物品被震得散落一地 官兵立马对他家中的家电进行转移 其余官兵分头行动 有的救助村民 有的搬运粮食 有的清理废墟 有的转移贵重物品 救灾阵有序展开 普尔消防支队也在地震后 立即调集21车114人两条搜救卷 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开展救援 8日凌晨20分 普尔支队临仓支队两个搜救小组 14车91人三却 先后到达永平镇展开救援 目前消防部队救援力量 先后队盲飞盲那 千云千茅那拐五个自然村 进行了全面搜救 共排查房屋110间 帮助疏散转移群众450人 搭建帐篷15顶 行动